很香的虱目里的香味 是平常吃的1.5倍到 外面的好好吃喔 肉依卡 你自己在說什麼 好好吃 這什麼 小巷愛充滿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小巷 小巷 我們現在來到雲林 Lara就是雲林小公主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雲林的口湖 那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口湖在哪裡 而且口湖其實還滿多地方 可以當網美的拍照景點喔 而且口湖這邊其實有很多隱藏版的小吃 是我們都不知道的那種小吃 對是真的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把口湖發揚光大 我們的鄉鎮美食再次出發 所以今天就是要吃爆口湖 吃爆 GO 現在要去吃第一家 就是他們雲林在地人吃的好不好 吃他們的早餐 給你帶了 阿瑞肉乾 這個是人家家裡的 確定沒有找錯嗎 他們說是在地人吃的早餐 早午餐阿 我們要吃紅燒排骨麵了 其實感覺就很像我們吃那種雜醬麵麵 但是好像又沒有那麼的黏 你說寬麵嗎 扁麵 它比較細一點 但是它是滿Q的 而且很滑 你看它的紅燒排骨是有筋的 又有肉 這樣子一碗小碗才多少錢 好像60塊 60 總共便宜 通常是我們等一下小吃到 就是這個價錢又那麼大嗎 真的 很像那種紅燒牛肉麵的感覺 有番茄 你確定老闆娘裡面有番茄嗎 它肉根其實就勾芡勾芡也在走 然後裡面的肉根也蠻多的 重點是肉 重點是肉是不是 擠醃製的肉 肉有這個好吃耶 湯還算蠻勾芡的 有點像在喝濃湯 所以這種通常 如果說你想要喝比較順口的話 一定要加醋 這個就是很南部口味嗎 所以應該要再加多一點 你加吧 這個比較鹹一點 中南部 中部 彰化後面芸妮像南部了啦 芸妮是中部 芸妮是中部 芸妮是一區的嗎 芸妮是一區的嗎 芸妮是一區人 妳是南部人我中部 不想當南部人 沒有是聽到人家說我南部的我就 怎樣 妳覺得南部人怎樣 真的 很有親切感 我們芸妮能說早餐就是要吃這種鹹食的啦 真的 讚耶 所以芸妮就超懷念早餐一定要吃這種 我們家裡都吃肉粽米糕也差不多啊 我們都吃這種麵糕 我們吃麵食 我們現在來到口湖的金湖 然後這邊有一家還蠻厲害的 它是金湖爵阿嬤古早味中根 哈囉妳好 我要吃妳的東西 這個是念地 喔念地喔 所以是叫林地阿嬤 第一어야 女孩 誰 你oras 阿嬤你說這樣四十打 我沒聽錯喔 阿嬤這樣子才四十塊耶 阿嬤還要多給喔 這是上人吃哪 Nit 有喔我們一起吃啊 阿嬤真的白不 communities 阿嬤不要帶 阿嬤開了三十幾年 然後它這個是湿沐魚羹耶 這個滿特別的耶 因為通常吃哪有會吃到湿沐魚肉羹啊 所以它羹裡面有放那個筍 味道超重 很像你們在吃那種絲魚丸 我真的第一次吃絲魚的肉羹 它裡面真的有魚肉啊 你有咬到魚肉嗎 有 它裡面真的有魚肉 阿嬤妳在賣了啦 妳到妳了 妳到妳喔 而且它剛剛加了一個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有讓我嚇到是它的那個麻油 但是我怎麼網路上看到人家說 要加這種花生辣醬 還是很特別 因為白長才有 所以它這個辣醬裡面是有花生味喔 就是很古早 外物不知道怎麼形容 可以耶 它裡面吃得到很多很多的絲木魚的肉 而且不是腥的味道啊 是很香的絲木魚的香味 它加那個醬下去的時候 味道很夠 跟剛剛我們吃到那個麻油的味道 完全又不一樣了 好來來來可以 它那個有一般肉羹的口感外 然後還有絲木魚 就是感覺裡面是兩種肉耶 阿嬤妳這個 魚肉有餐飽嗎 金虎必吃阿嬤 阿嬤 四點開齁 開到幾點 早上四點到火爆五點 一星期開七天喔 每天都賣 每天都賣喔 好 各位可以來這邊吃阿嬤 吃木魚羹好不好 這樣子四十塊 讚 我們隨著雲林小姐的腳步來到這間 五秒前 雲林小姐根本沒吃過齁 超讚 吃它的那個麵線 麵線加核包蛋 那就一個綜合間跟綜合麵線小的 各位看一下這個綜合間 超大份的 我們點這個是六十 下個月要漲了 下個月漲價了 下個月漲價了 要增長十塊 要增長十塊 剛好吃 比漲價錢來吃耶 這是平常吃的1.5倍的 不浮誇 通常我們吃到都不會有這種脆脆的 通常都是已經冷氣 它外面在成是脆的耶 外面在成好好吃喔 而且這邊吃到的海鮮 基本上應該是都滿新鮮的 旁邊就是海的 它可能非常Q 我們等一下那個海鮮雲林小公主吃 應該會覺得沒有問題 我喜歡它的醬 非常的香 你看吃它很Q 不像我以往吃的它這個口感耶 偏比較像餅一點 有一點像那個餅條 越嚼越香耶 來 這是他們的麵線 麵線也是綜合的 爸爸 我們的隱藏版吃法沒有加到蛋啦 忘記了啦 那不符了齁 各位 隱藏版吃法 綜合麵線上面要放一層他們的半熟蛋 對 這塊沒有出來啊 欸 我剛剛不是說那塊是我的嗎 扯 我可以餵了蚵仔煎 你可以餵了蚵仔煎過來 我可以餵了蚵仔煎過來 麵線我覺得也不錯啊 然後裡面還有放木耳 雙料耶 這一碗三十塊而已 這家各位一定要來吃 很厲害 超好吃 哇 這家超香 我已經聞到它的味道了 什麼味道啊 奶的味道嗎 我們現在後面這一間就是 這裡的大樂茶飲 而且是他們這個春酪裡面的第一間飲料店 一定要喝他們的粉條珍珠鮮奶茶 它那個古早味紅茶一杯十五塊 各位這個價錢應該是 我小時候的 這個應該是從來都不會再出現的價錢吧 那我們就一個火龍果多多跟巴勒檸檬綠 還有一個粉條珍珠鮮奶茶 好 那我現在立馬幫你做 我要喝了 因為外面在下雨什麼躲到車上喝 這是他們的招牌 他們的珍珠是小珍珠 然後配上粉條 它整個是果然在一起的耶 古早味 而且他們是用自己熬煮的蔗糖喔 這家它是用鮮奶下去 配上他們的茶的味道非常香 其實我們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就已經聞到它那股茶的味道飄出來 茶的品質是不是最上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至少是聞到茶的香氣 然後我在喝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是滿清爽的 通常我們吃珍珠的話 就是一粒一粒的口感 但是因為粉條加入進去的時候 是滑的 它是直接滑到你的火龍果裡面 我超愛粉條 很好喝 我們剛剛已經偷喝它的火龍果 謝忻平喝到你會嚇到超好喝的 真的假的你們已經喝了 湯爆好喝 這真的很好喝耶 我一開始覺得這火龍果應該會有點膩 但是它其實喝起來滿清楚的 巴勒檸檬綠茶 超解渴耶 欸怎麼辦 我覺得火龍果更屌 你喝喝看 但是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酸的 欸火龍果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我要再買一杯回家喝 如果想買這個就好喝 蛤 那我們要不要交換 那奶茶扣 我是火龍果控啊 你是M控 我們現在抵達的就是 宜無社區 然後我們後面這個就是 宜無社區裡面非常知名的 宜無水塔 它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了 就是那個水塔下面啊 有20多個小羽燕的窩 它象徵著幸運 所以說他們其實當初啊 他們要改建這個水塔的時候 其實在地的居民 他們都有點反彈 說回來他們是用 比較生態環保的方式 去讓它改建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水塔外面啊 都是用紅瓦片馬克磚 去拼拼起來 讓它整個變得不一樣 翻新的感覺 平時沒事也會看到有燕子飛來飛去 在這個社區裡面 很可愛 我們現在要來找他們這邊 武北村最著名的 13個鐵花窗 它是問路店 什麼叫問路店啊 就是阿嬤的甘嬤店 它這個鐵花窗呢 其實非常特別 它是由水牛設計部落 帶領整個設計團隊來做的 它是有真的深入到整個社區裡面 去體驗去融入他們 它設計出13個不同的復古鐵花窗 記錄了一個個在地的生活記憶 非常重視我們台灣 最美麗的鐵花窗 它這個設計團隊 真的感覺到它的用心耶 真的阿嬤來了 快點 阿嬤怎麼買… 你買湯了 阿嬤幾歲 13個 13個15個 看起來很年輕耶 很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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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耶 對啦 這個是阿嬤的雜貨店 從民國56年就開始有的了 這不是在講阿嬤店 這不是才是阿嬤雙手 然後它旁邊有稻米啊 還有甘蔗 還有花生 它利用這些農作物啊 養活了整個家裡 而且你沒有發現 它那個鐵花窗都是Tiffany Tiffany藍 結合時尚的元素 阿嬤很嚇叭 好要吃這個 對 吃了會吐火耶 五十塊耶 再拿兩個好了 好再拿兩個 沒關係阿嬤我拿這個 這叫不敢 這個是陳三派 他在他的家旁邊外面都寫上他自己的詩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他的牆 全部都是他寫的詩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陳三派先生的家 他外面的人呢其實都用白旗寫上密密麻麻他的詩詩 地上會寫到詩人錯 是因為要取代詩人錯 提醒大家就是創作詞中呢 要保持謙卑的態度 所以地上才會寫詩人錯 我們剛剛說每一個鐵花窗都是有手對不對 你看他的這個倒就是沒有手了 這兩個都是走字而已 所以還蠻酷的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方就是 宜武至宏池 他其實呢以前是台塘農地的甘蔗林 但是因為有一次台風的海水倒灌 所以說他這邊就積了水 長期就不退 最後就變成一個湖泊了 他這邊還有步道可以讓我們走 然後前面其實也有一些景觀的地方可以拍照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那個地方 大家可以來這個雲林版的日月潭 宜武至宏池 登登 我們現在跨地方了 我們到了水林了 我們現在在水林鄉的好蝦囧南社 所以我們是要吃爆口湖 但我怎麼會跑到這 在旁邊啊 聽說這裡的青年 他也是從口湖回來的 大網查到說這邊好像也蠻好玩 就是可以體驗就是抓蝦跟吃蝦料理 所以我覺得搭配著水林一起玩的話 更豐富了一整天 萬一有抓到龍崭石斑的話 會不止音效 真的喔 那這種石斑也可以送 有人掉下去過嗎 你的嗎 有有有 欸你沒有抓到蝦你等一下就不要吃 對的非常好有沒有聽到 好 好 到底會不會有東西咧 這什麼 蝦筠魚 蝦筠魚要是男人就把他抓起來 哇 啊不是要吃肉羹嗎 你幹嘛把他丟回去 他沒有蝦 那個小蝦被我玩死了 沒關係沒關係 他被虱目魚打死了 哈哈哈哈 最後要品嘗他們的美食 就是蝦餅跟蝦捲 甜辣醬很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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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一點 還蠻香的耶 裡面有這種蝦肉 你看 甜甜甜甜甜 蝦筠 蝦筠 多內餡的蝦捲喔 可是蝦捲是真材實料耶 這跟我們一般在外面吃到的那種 連鎖批發的蝦捲又不太一樣 外面的是很瘦很細 而且是蝦漿 蝦漿 原來是它在這裡蝦漿跟蝦肉 聰明喔懂吃 好的各位可以來這邊玩玩看好蝦酒男好不好 支持青年返蝦 等一下 我們要去這邊附近有一家 阿德 瑞士捲 就是蛋糕店 我們要去買那家蛋糕店 我就是為了這個 好蝦酒男跟那個阿德 而來到這裡的 怎麼講話都沒得鳥文這樣 我們現在來到阿德的店 然後呢 這是阿德的兒子 我們剛剛打電話的時候 很緊張問有沒有 然後他說現在只剩下原味地瓜的捲 其實很想要吃巧克力但哪個 對巧克力好想吃喔 因為他們主要是網購啦 所以你們就自己打電話預訂 喔喔喔喔喔喔 對 我今天有地瓜跟鹽味的啦 這是冷凍的 地瓜 好好吃啊 而且很像冰淇淋 請你們吃 喔 蝦俊明 你們剛剛有聽到重點嗎 然後老闆他說這一欄請我們吃 喔 冰淇淋的感覺 很好吃耶 有地瓜絲的感覺 而且它裡面不知道為什麼咬起來脆脆的 它吃起來很像是那種脆脆的雪哈冰 它不是那種我們吃它更大吃的那種 它是有霜的耶 看得出來嗎 你覺得這個吃拚的蠻特別 我想每個都吃一口 然後你咬一咬 地瓜是有輕輕的地瓜香 那卡斯塔是因為它本身奶 香氣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吃起來的濃郁度會比地瓜再高很多 阿德瑞士捲 我們現在這個也是冰的狀態 搭配它外面那層蛋糕的味道 它這個比剛剛那個泡芙的地瓜香更多耶 而且不會很甜耶 地瓜很濃 地瓜這個更濃耶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 喔因為那個有加卡斯塔 對 喔這個沒有加卡斯塔所以這個更濃 是純地瓜 所以我剛剛說 對的 一條一斤650克以上的地瓜 大家一定要來這裡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順手帶一個蛋糕回去 記得先打電話 哈囉 我們想要吃這家 這家超有名的 在地人都說好吃 看起來蠻好吃的 對它一個額爹才35塊 五股雞排25 我有看錯嗎 那我們三個額爹 一個雞排 拜拜 好可愛喔 看一個半圓形的 耳蝶不就長這樣嗎 怎樣 然後去低口直接爆汁 裡面汁很多耶 這個35塊而已 乾杯菜吃然後蔥跟耳蝶 然後裡面整個做的超滿的 誒沾了辣醬之後 又是這個花生辣醬 北纲二名的 吃额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 额爹要够新鲜 第二个 里面的菜要够鲜甜 加在一起 完美 我就想说点个鸡排 因为它上面刚刚看到的价钱 我有吓到25块 25块的五股鸡排 它有点像那种卡拉机 肉业卡 你是在公商 可以看吗 我吓得到它真的很好吃耶 对 它里面是甜的 肉丝是甜的 OMG 我可以吃10片喔 你可以吃10片 它真的很好吃 它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对不对 但它好厚 它很好吃 好厚 怎么办 我们的鸡排银而跌了怎么办 鸡排25块 谁不买啊 真的好吃耶 而且五股的 扯吧 五股最舒服 它这个如果出连锁 绝对打啪肯德鸡 各位 皇帝瓜嘴粉 好香 很香耶 一定要来这个 宜吴鹅爹吃好不好 必点它的 鹅爹 鸡排 还有地瓜 赞 我们现在在 成龙湿地 这里呢 是因为之前海水倒灌的关系 所以说才产生了这个湿地 那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黑面皮屋那些水鸟类的 那我觉得这边最棒的就是 它的夕阳 你看今天超特别 竟然是粉 哇 刚刚吃饱了一整天 来这边拍个夕阳 非常的漂亮 非常美 真的 完美 我们今天的吃爆口湖 就介绍到这里啰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影片 很可惜 这边是近飞区 就是说我不能飞我的空拍机 好可惜 不能飞空拍机 超美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啰 喜欢小铅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铅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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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大家来到这个宜屋社区也可以来找一下 绝宰咖啡啊 绝宰是苦辣的意思 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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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完美 完美落幕 完美落幕 对 好 这个二叠废咖啡完美 等一下回家 中心合并 对 中心合并 哈哈哈哈 崖啡 师父 加上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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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散开